台南一名富人搭乘公车却是不遵守规定 在位置上好几次把脚放在栏杆上 驾驶亲自上前规劝 富人态度非常的不客气 不但不配合还反向驾驶 同车乘客把画面拍下来PO上网 直说这真的是恶人先告状 大声呛吓 身穿绿衣富人坐在位置上 态度还很不客气 搞得车内一片尴尬 到底是谁惹谁了 同车乘客募集 碰网痛批 是富人不遵守规定在先 事情就发生在眼前 只说当时搭乘台南公车 司机都跟富人讲三次 栏杆上不能放脚上去 没想到富人讲不听就算了 还开口唱人 我有这样子 有没有什么古墙的感觉 有没有这样感觉是很不坏神 手机是为她好啊 你不想什么我感觉是恶意 听闻消息民众也都觉得不太好 时间就发生在8月中旬 当时是在大台南公车的绿杆线上 而这画面曝光 脚台栏杆 其实不止观感不佳 卫生问题 一般司机最怕的就是发生危险 公车业者无奈也只能出言劝导 民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还是不要贪图方便 行为与举 否则要是发生意外 这责任算谁得 记得好不及谈不到